你硬扣的话呢没有任何技巧的去进入的话呢是一点都不专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刚刚推出的MSB27B的Cellwall应该直接翻译叫做音墙吧或叫声墙 那它是至今到G1里头的音版 那黑色的音波啊 那原色版本的话还是会有的啊 只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这个魔方的话呢反而是这个黑色的版本先推出了 那包装盒的话呢就是一如既往一个魔方的风格 后面这个紫色的这个底和这个格线就很有G1的一个风格 那玩具本身的话呢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 我先把它跟之前的这个OP呢做个对比 几乎身高是差不多是一样 然后呢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指挥官级的玩具啊 所以这是比官方的DELUX等级的话呢还要在小型的玩具 OK那因为是一个小体型的玩具呢 所以呢在它的一些构造上结构上的话呢 就非常考验到设计的功力了 而这一款呢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零件分件量真的是蛮吓人的啊 蛮吓人的那我要顺便提一下这个的话呢 如果你是预定了朋友的话呢你会多得到一份这个是贴纸啊 我本来呢很本来先把它贴上去的 可是我看一看这个像我这个用老花眼的一个不是我懒是真的这个以我现在的眼力啊 你要我把这个东西贴上去 这个我恐怕是真的真的目前是有点做不到了啊 但是提一下啊就是有预购的朋友呢你是可以得到这一份贴纸的 那我们把它的配件呢一并呢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解说啦 首先的话呢它有一个肩炮 肩炮的话呢是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 那它的话呢是扣上去之后啊 它能够极小幅度的上下动一点点啊 并不是非常的多啊 并不是非常的多 那后面这个凸的话呢并不能够拉出来啊 各位就不要多做一个揣测尝试了 然后呢这个另外有一把枪 这个枪的话呢啊是可以变成 是可以伸缩的从这个地方往外推啊 从这个地方往外推 那推了说这个地方不要捏太紧 你捏太紧的话这边就推不出来了啊 它会卡住的啊 OK就变成了一把这是音波啊 惯用了一把枪 这个枪的比例做的我是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大啊 但是也无所谓吧 然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块紫色这个部件 这是从胸口喷出能量快的这个装置 那它要扣进去的时候呢 因为呢你光是这样扣的话基本上呢 你硬扣的话呢 没有任何技巧的去进入的话呢 是一点都不专业的 那身为一个专业 有嘴炮能力 还有这个动手能力的一个大叔来说的话呢 这种扣不进去或扣不紧 扣不紧或者是扣得不漂亮 或者是无法进入等等问题呢 是绝对难不倒我的 这个呢告诉大家要斜着进入 而且要稍微手指要出一点力气啊 基本上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本身这一块 这一块算是估计成它是个凸吧 是比较偏大一点点的 那我们不可能去扩孔嘛 不可能就把它扩大 我们只好把自己的捏小一点 然后方便我们就是扣上去对不对 那一般上就稍微捏一下扣一下 然后有稍微斜一个角度就能够轻松的去把它给卡住 这样一来的话就自然是一个难分难舍的一个状态啊 感情非常要好的一个组合形态 OK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是透明的 你看OK有没有一点 嗯就是透明的嘛 你知道就好了 OK我们把它给拿下来 那么呢它的一个胸口的一个内部 你可以看到透明件里头的话呢 是有一块的一个 呃这个 录音带 那这录音带的话呢 按这里的话呢 是这个只是一个造型啊 按下去并不会有任何弹射的功能啊 这么小的玩具还有弹射功能 离叫官方情而易看 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够这样子把它给摇出来 那这个激光鸟这个部分的话呢 啊我们先讲激光鸟好了啊 它的变形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首先是看一下它的磁带正面 啊然后这个侧面 那背面是比较比较就可以OK 就是一个比较惨烈一点啊 那变形的时候呢 我习惯的是先从这个地方 把这个鸟嘴给往前面扣出来 这样比较方便啊 然后这个两个部件往上翻 然后往两侧 啊不对 先把这个银色部件 银色部件这点往上翻的时候 要注意到 它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翻上来之后的话呢 再做一个反折的一个动作 翻上来之后 再做一个反折 好 然后呢 再把翅膀的话呢 往后面放下来 然后两个脚丫子的话呢 再给往下面按下来 这个时候的这个激光鸟的话呢 就变形到到位了 而且做的很居换 非常像很棒 然后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 可以稍微去折一个角度 你就可以有一个 对不对 像激光鸟就是有一个 把翅膀收起来的一个样子 对它一个整体的一个 形象的话呢 会变得更加的生动一点点 而且在这么小的一个 比例上的一个玩具呢 它的一个眼睛也是有红色涂装的 那这还有一个背部啊 这个激光鸟可以说是 我认为觉得是做到一个 几乎是没有任何破绽可言的一个感觉了啊 我们暂时放到一旁去吧 那它的有附带总共造型手一共有三个啊 这个标准的就是这个可以握武器的这个手 那如果把它给转一下就可以拿下来啊 它的一个替换的手有一个是 其中一个是这个啊 这个指头向前指 OK 往前面指 稍微转一下好了 这样子 这样比较好看 向前指的一个动作 以及呢 它最经典的一个啊 用这个指头呢 去按住自己胸口的这个开关 哦不对 不是胸口 要是肩上的一个开关 装装装装装装装手了 不要左右手不分啊 左手不要部分这样子 OK 那这里的话就要提一下 它有这个 轴部是一个双动关节 如果不靠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 这个地方恐怕是 基本上你会按不到 OK 这样子 就做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发射呃 磁带部队的一个动作啊 非常妙的一个配件 这个配件我觉得就是蛮没有必要的了 那它的一个其他的话就 嗯 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再说明的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可动吧啊 头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而且它的头的一个后脑袋 这个地方啊 就开口的 那既然有开口就怎么样 表示它可以做一个头往上看 啊 就是一个往上飞的一个 那其实在G1的这个狂派一开始 就是每一个人都直接可以飞的啊 包括薄派也是会飞啊 非常妙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手臂平举没有问题啊 这个地方没有过度 稍微有点可惜 造型有点偏上 三度零度转动当然是OK啦 二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啊 这个刚刚已经跟各位提过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手给换回来好了 先把这个手臂呢 换回是这个 握持武器的这个手好了啊 这个装载没有任何问题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 然后呢 脚的话往前踢 啊这个裙甲呢 是没有办法抬开的啊 它这个裙甲变形的时候会变到 但这个时候是无法抬开 比较可惜 那这个地方的话 做了一块凸啊 这里做了一块凸 那以及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凸扣进来 那后面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凹槽 在人形下的时候呢 这个凸是要扣上面 变形成磁带的时候呢 是要扣下面 这个到时候的话呢 变形的时候再给各位 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解说 我是觉得这一次 包括这里啊 这里 一样 都是有这种 两侧这种凸跟凹去做一个结合 在这个玩具身上用的次数 还算挺多的啊 那背后的话就是还蛮饱满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空洞的一个状况 那它在变形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妙 就是这个裆部的这一块啊 你看这是快转 前进后退转这个按钮 跟它背后的这一块部件啊 这一块部件啊 基本上这两个部件是属于甲 应该说是 飞头了 这是一个甲部件 是一个甲部件 那待会各位你可以享受到 它的一个一个一个乐趣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环节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 这一个武器的部分给撤下来 武器的话呢 只需要把这个枪缩短就好 另外一个呢 基本上就没它的事了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的习惯啊 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一块部件 往下翻下来 然后这里是要翻着180度 然后它给翻到后面去 然后呢 我再直接跟各位讲 后面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 好 这块部件这个时候要到 到前面来了 就是原本当部这一块 转到后面去 背后这块转到前面来 那这个地方在转的时候呢 是整个的我的做法啦 因为其实你认真去看 就会发现它是中间这一节 中间这一节 是跟这一块是相连接的 但是呢 你要单独转中间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觉得有点困难啊 我觉得有点困难 我也喜欢先把它这个转过来之后 再把它的下半身呢 再继续转 把它转回去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OK 有点变成大妈的感觉 对不对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做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发现 它这两块部件 其实是做了一个对调了 做了一个对调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头部的话呢 直接的穿过这个地方 到 穿过这个环 然后到内部去 但是这个时候呢 要记得要先把头部给转180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头后面的 这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呢 不是只有方便你提供多一个可动 它在变形的时候呢 确实是需要这个 这个环节呢 帮助我们呢 把这个头呢 给更加完美的收到内部去 这样它整个是平的 这样它整个是平的 再把这个部件呢 给盖上去 然后这块部件呢 给翻出来 就一个定位 接下来把两手臂呢 直接的往后面 搓过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突跟到这个结合 这个地方 有突跟到结合 扣上去 两只手臂的话呢 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把这个手臂往后面翻 就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手臂的变形的话 我个人就觉得是比较 比较潦草一点的感觉哦 就是就是 你就是照着这样翻就可以了啊 这里 这个地方翻进来 到这边 好 到这里 有点像是这个 两只手 好像是摸自己的 屁屁的感觉啊 虽然说现在前后 已经对掉了 OK 那接下来就剩下这个 腿部的一个变形了 腿部的变形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到 我们这个腿是转动 转怎么个转法呢 记得 这个螺丝钉 不管你怎么转 你把螺丝钉朝下就对了 朝下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分解这个脚部 这个位置了 翻开 然后内部有什么呢 你都通通把它给翻出来 有什么你就通通把它给翻出来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刚刚有提过了啊 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 这个时候要把它给 这个白色的凸 它现在是扣 上面这个缺口 我们要把它扣到下面这个缺口 这个地方就稍微的 拉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 把它给 往上面翻折上去 看到没有 这样子 这里 先把上面这个这样组合好 在这边 其实关键就是要组合在这个地方 那扣的时候 就这个地方有个 有个凸 有个凸 要扣进内部这个洞 把它给扣进去 好 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呢 你就会 发现 这个地方 白色的这个凸 在这个地方 原则上它会再扣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再从侧边把它给盖上去就可以了 这里 好 先到这边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 有时候 稍微偏紧一点 好 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板子的话 最后怎么样 最后它是这样子扣过来 但是呢 在那之前的话呢 我们要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的这个武器的部分呢 给扣进去 那武器扣进去的时候 是你可以考虑先扣这个凸 扣这个洞 我们这一侧先把它给完成 好 这一边 再盖过来 好 这样子 稍微再扣一下 没问题 另外一侧的变法呢 我们就稍微快一点了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解开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要解开 稍微拉一下 把它给拉出来 好 然后呢 上面这个部件 推到后面来 到这边 拼出一个形状 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往上面推过去了 往上面推过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推过去 这个地方 推进来的时候呢 从这里 看到没有 我把它划过去之后 这个 这个 这个缺口 要在 你这样推进去的话呢 嗯 我只是想给各位展示一下 它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 就是变化还挺妙 你 你不用 怎么说 你也不用拘泥于那个地方 就是说 你可以只 专程扣上面这里就好 比方说你不要 不要在意下面那一个 你直接扣上面这里就可以 好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一样 一样是会达到这个定位 再把它给压进去 我刚本来想说呢 上面这个地方呢 我忙便 我以这个地方 为准去把它扣紧 但是我发现还是扣上面 比较快一点点 OK 各位明白就行了 这也不是很重要 我只觉得它的卡扣的一个运算 还蛮精妙的 这里 里面有什么呢 通通都把它给扣出来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要提一下 它还有另外一把武器 另外一把武器呢 怎么个扣法呢 你看到没有 它另外一侧是扣上面这个洞 但另外一把武器的话 它没有那个洞 它只有一个方形 这个方形就是要扣这边 这边扣的话就不一样了 压一下 好 确定有稳固之后呢 再把它呢 给往内部压进去 好 到这边 然后呢 两侧如果崩开的话呢 一样 再把它给捏紧一点就可以了 OK 结合的卡扣的话呢 是说多也不算多啊 也不是很多 只是有些插孔 还是稍微偏短小一点点 OK吧 那么呢 这个 再严丝和缝的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一个一个 魔方推出的一个Sellware呢 从机器人到一台随身 不对 喂 Walkerman吗 还是Radio 应该是Walkerman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Sellware变成的 收录音机的一个形象啊 那它的一个正面来看的话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lay的一个字样 两侧有这个快转啊 还有这个是暂停跟什么什么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啊 很多年轻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这个Walkerman了 然后它的一个侧边啊 有一个调节应该是这个是平音量吧 音量还是那 那两侧的造型呢 那两侧的造型呢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的 背后的话呢 空洞的比较大啊 那靠着两枚武器的话呢 稍微的呢 去做一些填补的一个作用啊 但确实后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已经是完全是惨不忍睹的一个状态了啊 那底部的话呢 就更不用说了啊 原子上就是一个正面 上面还有两侧啊 上面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完美啊 问题还是感觉是比较多的 那它的一个这个激光鸟 我们就把它的变形成一个呃 这个磁带的一个样子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两侧的翅膀往上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侧的角呢 往两侧给打开 最后的话呢 把这两个背部这个部分给摊开 摊开之后呢 这个地方滑下去的时候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啊 特别去留意一下啊 这样子 它稍微肯定要稍微搓一下 这样下来 最后就是把这两个 补点折下来 就变成了一个磁带的一个形象了 磁带跟这个本体的一个大小比例呢 大约是这样 还是比较正确一点啊 那这个本身厚度是比较厚 但是呢 我告诉你啊 收录音机本身啊 就没有规定是多厚或者是多薄的 大家看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头的话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变形的刚刚好的话 它的头是一个倒立的一个状态 会在里面 OK 暗中观察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磁带呢 给放进去 基本上呢 放进去是完全是刚刚好 可以的 那应该是放不了第二个 看这个厚度来讲 应该是放不了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魔方推出的MSB27B的Cell World到这边 我看到人形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 可以说是挑不出什么毛病 而且有这个替换手呢 可以实现经典的动作造型 而在变形的过程当中呢 唯一要特别讲的呢 就是这个 原本背后的这个板子 跟在原本人物当部的这个板子呢 是要做前后的一个对调 以及在腿部翻折的时候呢 请记得将这个有螺丝钉的这个部位呢 是朝这个Walkman的正下方 然后把脚做一个打断反折上来 基本上呢 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了 倒是那个收录音机的形态呢 确实是在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 暴露的比较多的一个毛病啊 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呢 变形的手感把玩起来的一个舒适度呢 还是比较高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